宋僧归日本,唐前起 上国随援柱,来徒若梦行 福天苍海远,去世法周青 水月通禅计,鱼龙听饭声 围帘一灯影,万里眼中鸣 一文,只要有机缘,随时都可以到中国来 一路雾矮茫茫,船只向在梦中航行 天海浮沉,小船驶去那遥远的边际 超脱世俗,自然会感受到法周轻盈 心境凝定清净,一切都如水月虚幻 海内鱼龙,也会出来听你诵经之声 最可爱的是,有展照亮新田的佛灯 航行万里,眼中永远都是灿烂光明 注释 上国 春秋是称中原为上国,这里指中国唐朝 随缘,佛家语,随其机缘 注,一座至,一座去 来图,指从日本来中国 一座东图 伏天,舟船伏于天际 形容海面宽广,天好像伏在海上 一座浮云 沧海,及大海,因水深而成青绿色 故名,去世,离开尘世,这里只离开中国 法州,只受佛法庇佑的船 一座法船 法州清,意为因佛法高明 承船归国,将会一路顺利 水月,佛教用语 比喻僧品格清美 一切像水中月那样虚幻 禅记,佛教悟道时清净凝定的心境 泛生,念佛经的声音 为连,最爱,最连 一座为慧 一灯,佛家用语 比喻智慧 一座一塔 灯,双关,以周灯欲禅灯 离开 ideas